这绝对是史上最豪华的梦之队 科比 詹姆斯 维德 安东尼 波士 每个人单拎出来都能单挑一支球队 为了重回篮球世界之巅 美国队是彻底把家底都扒了出来 作为篮球运动的发源地 自1936年篮球正式成为奥运比赛项目 美国男篮就一直处于世界霸主的地位 并且仅凭大学生就轻松统治了这项运动 然而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 骄傲的美国人却倒在了苏联的脚下 这对美国队来说可谓是奇耻大乳 为了一血前耻 美国男篮进行了重组大换血 以便在接下来的较量中 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于是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 让世界未知震动的美国梦一队诞生了 他们分别是享誉世界的迈克尔乔丹 大鸟拉里波德 魔术师约翰逊 海军上将罗宾逊 大猩猩游鹰 蝙蝠侠 皮鹏 上帝左手牧林 滑翔机德雷克斯勒 空中飞珠巴克列 以及爵士队的黑白双煞 全队12人 有11人是未来名人堂的成员 孟一队的实力简直恐怖如斯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佛党杀佛 八场比赛 八次打赏 每次都是30分以上的巨大分叉 而且中间没叫过一次暂停 孟一队的成功预示着美国男篮重回世界之巅 并且同时促使了全球掀起一阵NBA的热潮 不断有各个国家的篮球人才齐聚NBA 与此同时 世界各国的篮球人才 如同雨后春笋般展露头角 美国篮球终于还是再次倒下了 孟五队在02年世界男篮锦标赛止步六强 之后建于04年的国际局势 很多大牌球星都拒绝打国际比赛 接下来的孟六队不得不重新补强 德怀恩·维德 卡梅隆·安东尼 勒布朗·詹姆斯 几个刚进入NBA的菜鸟 居然要被拉着去打国际赛事 本以为大家都能很快磨合到一起 然而球员之间却各有各的想法 新老队员完全脱节 更像是两支球队 一边是艾弗森 马布里 邓肯的老牌巨星 一边则是几个新秀菜鸟 可想而知 这支临时拼凑的队伍在雅典奥运会上的表现 心高气傲的他们 首战就被波多里格 嗯在地上各种摩擦 接下来 他们疏离逃完 舒阿根廷 站在领奖台上 不可一世的NBA巨星们 再也抬不起了头 因为被世人期待的美国队只拿了个铜牌 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羞辱 一时间负面舆论铺天盖地地袭来 全世界都觉得美国篮球不行了 美国球迷更是编了歌曲讽刺梦六队 为了一血前耻证明自己 美国队不得不来一轮大洗牌 上至教练 下至球员 全部注入新鲜血液 取得诸多成就的杜克大学老K教练 成为了孟七队教练的不二人选 球员方面 詹姆斯 安东尼 维德以及波士 则成为了孟七队的主力 从孟七集结的低天起 军人出身的老K教练就树立了绝对的威信 你必须要明白 为了赢一个战争 你必须要知道谁在战争 你正在战争 谁在战争 他认为是超人 一个大学的教练 硬是把一群超剧收拾的服服贴贴 这也把一盘散沙 各自为赢的巨星们凝成了一鼓声 点燃了他们内心那把复仇的火焰 2006年的日本男篮锦标赛 孟七队开始了复仇计划 他们是要拿下奥运资格 并且一举夺冠 一开始的孟七队可谓是过五关斩六甲 毫无悬念地杀进了半决赛 然而正当他们以为胜券在卧室 半决赛的对手希腊队 却给了孟七队当头一棒 希腊队在体重320斤小鲨鱼的带领下 打得孟七队毫无还手之力 这一战美国又输了 他们又一次只斩获了铜牌 但美国男篮并没有被失败击垮 再后他们总结了需要完善的几个因素 用国际赛事12块皮革的球 替代NBA的8块皮革球 以及熟悉国际赛事跟NBA不一样的篮球规则 随后他们立刻重振旗鼓 准备全力征战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这一次他们拿出了杀手锏 夺冠拼图缺的那个人 科比 布莱恩特 匿名 匪惑 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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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